上次就和你們講過一下這個色域 和你們提過一下會和你們講解一下怎樣選擇螢幕 我們在開始講解這個螢幕之前 大家看一看 我是Telram讀開了群組 有興趣的一起進來 推出這條連結就在下面 我們講回選擇螢幕 選擇螢幕通常有幾種東西會看 第一個是尺寸 然後可能是色域 對比 價錢 或者是反應時間 如果你是打機的話 現在大部分都說自己支持99% 或者100% 甚至100%的SRGB 但是就算它可以出到這麼多顏色 不代表這些顏色真的準和漂亮 你在淘寶買幾百元的電競螢幕 其實都說自己支持到100%SRGB 但帶出來的顏色都是一塊塊的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狀況出現呢 說回螢幕本身 就分幾隻不同的Panel 我們 想用得最多的就是iPS 包括iPad MacBook Pro 或者很多其他 專業一點的螢幕都用的iPS iPS就是 色準 可視角度高 你坐旁邊看都不會偏了色 但是缺點就是反應時間比較慢 所以iPS的Panel 通常甚少用來打機 現在的電競螢幕 多數都用著 VAPanel VAPanel 其實當中還會細分很多款 但是 這裏不詳細說 但是 VAPanel 反應時間 會比iPS快很多 就適合打機用的 但是它的顏色 就不夠iPS 來 雖然 它們的螢幕 都寫了 可以釋出100%sRGB 這樣才算 其實現在的VAPanel 真的很便宜 你想去淘寶 我現在自己這裏 都放了一隻 說就說100%sRGB 24吋144Hz的電競螢幕 就是1000元 都不用 不出一些顏色 可以嗎 當然是不行 我連找一隻蝸蝸 去打我都懶 因為我明知道它打完也是這樣 所以呢 為什麼會有這個問題 就是 當你看一些比較專業一點的 螢幕的規格的時候 其實它會有一個數值 一般人就比較少注意的 這個就叫做Delta Delta 通常如果我們要執照的話 最基本最基本最基本 都是要小過3 究竟這個Delta是什麼意思呢 Delta其實就是 顏色那個 Display的準確度 假設我要顯示一隻 1,2,3,1,2,3,1,2,3 這個曲的顏色 其實是一隻灰色 但是呢 它吐出來 可能吐了一個 1,1,0,1,3,5,8,10的顏色 其實它的螢幕 顯示範圍 其實就可以 顯示到100%sRGB 可能它沒有說謊的 但是它不太準確 譬如說 你的CORORA的麥克風 都寫到100%-200% 但是是不是真的能行到200% 不可以的嘛 規格就規格 實際就規實際 再加上 某些文書用的螢幕 真的很便宜的 或者一些很便宜的Nobo 其實它再用一些再便宜的螢幕 在VAPanel出現之前 打機螢幕等 基本上 都是使用TN Panel TN Panel的顏色更差 真的一撇撇到 你簡直 就算找Spyder去卡通 也卡通不了 因為它根本是顯示不到的顏色 軟爛龍 vendetta 卡通完之後就像LOMO一樣 再加上 說回一點 Spyder軟件李卡通的原理 它的原理 其實都是軟件 更貴的螢幕是用硬件來使用 但基本上現在大部份用的都是軟件 軟件去使用的原理是什麼呢 假設剛才要出了123、123、123的顏色 螢幕其實就出了123、124、123的顏色 中間有偏差一個點 之後在攝影機的時候 看到有一點偏差 當你要出了123、123、123的話 因為它顯示會多了1.6的顏色 它會顯示123、122、123 然後補回一點偏差 但有極限的 很多時候偏差不是一點 可能123、123會變成120 100 135 你要補償的時候 我已經補到255 沒得再加 即是我要顯示一隻240的顏色 你給我偏差20點 難道我偏差260 沒有260 這個時候 有些顏色是偏不到出來的 如果這個螢幕本身的底子是差的話 其實找什麼去搭配螢幕都是沒用的 因為骨子類根本上就是 吐不到那樣東西給你 所以千萬不要想像 我在淘寶買一千幾百的螢幕 又可以打機又可以撿上 它顯示到120%srgb 我買回來撿上也可以 打機也可以 我找一隻蚵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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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蚵 這件事其實在攝影界 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 要一隻螢幕來撿上 就正正經經買一隻螢幕 要打機的話 就正正經經買一隻螢幕來打機 如果我又想撿上又想打機的話 就像我這樣 這邊把螢幕撿上 這邊把螢幕打機 今天講到這裡 如果你有其他問題的話 可以在Telegram那裡問我 或者在下面留言 會答的一定答你